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台 广车界的平头哥 那么其貌不扬 但是却内藏乾坤 那这辆车是咱们大同原厂 基于V90的一款机房 打造的7型广车 所以最近小额头 可以看到 额头中间是一个 HLC的限高反动预警 一个重置双目 检测精度是非常高的 大气的情境 英文的抽标 L1G的全自动的大灯 L1G的全自动的雨花 这辆车长度5米99 攀坐2420高度2米9 既有C型房车的大空间 也有逆行房车的通过性 配备了渐动加热 可调的后视镜 四轮的叠沙 然后无钥匙进入 以及一键启动 而且后部相解 会有一个渐动升降车窗 然后另外还有两扇外推窗 配备有七星的新能源 充电的一个设定接口 也就是说 可以直接充设定 也可以从新能源充电中的设定 20升的黑水箱 那么这辆车也是一个前置 副驱 副双开的驱动方式 配备的是米其林三代的轮胎 后部是一个贯通式的服务仓 怎么放着一些大一点的物件 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压力 那下方的话 是一个变屏空调的单轮的一个外机 那放在外面的话 使得车内的噪音更小 然后后部 两个式的探索 有一个是牛尾解厚实镜的探索 还有一些倒是影像的探索 这个后部也是一个三面环窗的设计 后部同样可以倒是内搭 这是右侧 我们先看到是三路的牛尾解厚实镜 然后顶部 还一个这样子 三米十两米 这个清水箱的加入口 140升的清水箱 80升的灰水箱 然后这个后面的位置 是一个外置的厨房 打开中门 可以看到 下方是一个翻车式的踏板 来到驾驶室 这辆车搭载上期盘2.07的柴叶发动机 公寓110千瓦 峰值扭矩375牛米 相当于2.07的排量 却达到了3.07的动力 键子注意了多功能的方向盘 10.1英寸的中共大批 匹配反护方旗 6A7 重挡的变随箱 那么质量车 同样搭载了48伏的双发电器 不过解决防止生活的用电问题 在速度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 接近可以达到两度电 行车过程中 一个小时空到可以接近三度电 那么主速架 也都是可以旋转的 而且质量车 还配备RDAS安全包 那么包含了ACC自设计评航 车道偏离预警 前向碰撞预警 以及动刹车的功能 使得咱们行车安全性更高 上方是有一个电视 侧面还有一个小的置物空间 整车攻击有五座 后方双人卡座 前方一个电动的升降桌 然后另外一侧 是一个可旋转的单座 侧面是配备有电动的升降车窗 那么这个设计的话 就对于咱们行车过程中 后方二排的乘客 有一个空气流通性的保障 然后在惠客区上方 是配备一个电动的吊床 咱们解开安全带之后 侧面有一个电动的升降按钮 那么它就可以慢慢的下降下来 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咱们需要把座椅的靠背往前打平 那么整个降下来之后 就方便上下 整个上方 它就可以变成一张宽度1米2 长度2米1的大床 上方还有一个带照明功能的天窗 卡座后方 卫生间的区域 里面配备一个赛特夫的附近的马桶 3公斤的洗衣机 侧面下个洗手盘子 冷着水具有的淋浴通头 侧面还有一个小镜面 毛巾架 同样我侧面也是配了一个外天窗 接着内窗 上方毛巾架 以及咱们的一个双向换气扇 内部配备了暖泵的出风口 这辆车的暖泵和热水 都是由咱们配备了尾巴四色的柴暖来供应 那么开机大概一分钟左右 就能及时的让我们感受到 这辆车内的温暖 车尾是一辆宽度1米2 长度2米1的大床 配备了也是胶床垫 翻开之后下方也是一些储物空间 所以咱们户外用品的话是可以放置在车尾后方的这一半区域 从车外就能够很方便的拿去 那车内的一些衣物的话可以放置在下方 还可以放置在这个U型的吊柜里面 而且吊柜的储物空间也是较可观的 中门进门的左手侧 食房区域 台面1200W电磁炉 洗手盆 下方80升的一个空箱 冷冻冷藏 装功能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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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备抽油烟机 顶部 12部单冷变频空调的内积 这个能消比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能达到一个大一匹家用空调的制能量 所以充分保障车内的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 那这款车型配备了7.2度的0.3级电池 3000W的充力一体积 空间也是非常可观 最关键的是整车的高度 2米9 那么这个整个车量的通过性也是非常高的 好的 本期视频分享到此结束啊 如果这款车的话 现在也是数量 仅剩几台了 如果有喜欢的车友 欢迎评论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